上周,女演员邓佳佳,因离婚登上热搜到第一,跟因感情纠纷上热搜的明星比,邓佳佳和前夫,算是好去好散的结局了。 然而,吃光群众的关注便却是,爱情公寓里的小姨妈竟然结婚了。 没想到吧,心里跟关乎神奇组ZP的唐悠悠,走在2009年领证了,对象是圈外人士。 当时,两人经济条件不允许没办婚礼,2014年,携手相办十多年的老公,执意要给邓佳佳不办婚礼。 早早结婚注定她在娱乐圈走不了流量路线,对她来说,或许怕她实时当个演员也挺好的。 但离婚也不是没有线照,之前曾一度传出过情变遗云,邓佳佳突然清空了所有微博,还在inz上发表了再见,总有一天,这样让人反侧的文案。 工作室回复说,清空社交账号是为了陪伴家人,而邓佳佳工作室,作为媒体出口发声。 在个人感情上,邓佳佳一直很低调。 出道至今,被大众所知的作品,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,但就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 邓佳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品分别是,跟离香合作的电影《十全九美》,令人恒复爆笑喜剧《爱情公寓》系列,是一类作品,《全民目睛》和《无众之罪》。 邓佳佳是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的本科商,考入中船前就在侠客行之租跑过龙套。 同年回忆侠客行的男主丫鬟,做功课期间希望收获每一个跑。 龙套的人都希望有一天焦点在自己身上,为了梦想而奋斗。 小学期间,邓佳佳有一次演工女,站在主演身后,她想了很多戏来丰满龙套角色,我要跟好几个层次来演。 后面导演对她说,佳佳你在演什么? 我的焦点不在你那儿,毕业后,邓佳佳每天辛苦的跑剧组争取机会。 有一次,她遇见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牛七号角色。 为了拿到这个喜欢的角色,她反复琢磨人物的泄露历程,写了三千字的人物分析。 但邓佳佳以无名其二媒背景的,片方让根就看不上她,直接选了其他演员。 是指冬鱼收支桑鱼,是金子总会发光。 两个星期后,邓佳佳拿到了十全九美的雕丸公主男公宴一角。 国产喜剧电影十全九美,是李香转型制片人拍摄的一部片,导演还是自家老公王月伦,夫妻当合作自带噱头,想不吸引眼球都难。 或许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,影片上映后,邓佳佳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。 邓佳佳录制非常近距离,被同样担任制片人的李静夸赞,我要是能签了她就好了。 演完十全九美后,邓佳佳闯出了名气,终于不用当群演了。 大两年的群演经历,邓佳佳有了自己表演上的一套。 邓佳佳凭借着一个角色,拿下了第三十届金鸡奖最佳女配角,和第三十二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, 成为八零后唯一一位金鸡百花双料女配。 全名目击之后,本来以为邓佳佳会乘胜追击大把拍戏,没想到她跑去开火锅店了。 邓佳佳当老板娘,火锅味道好,为了顾客体验还不特意叮嘱店员,不要打扰明星用餐。 郭富城带着方愿光顾却没人找她拍照,害得天王一度怀疑,自己没人认识了不过,开火锅店毕竟是邓佳佳的副业,在吴正之罪中邓佳佳以朱慧如的身份回归了。 朱慧如人生复杂,前妻是为了帮哥哥治病伪身大佬的情妇,后面成了错手杀人的嫌疑犯,挣扎在凶杀爱的漩涡中心,艰难前行。 主角光幻想都不要想了,还挤小三二,罪犯于一身的角色,一般的女演员是万万不敢接的,搞不好就会被喷。 邓佳佳演了,效果还不错,可惜就是没有持续输出的口碑作品。 毕竟,像《全迷目集》这样的剧本不是说有就有的,剧本和导演都很难得,她本人还挺挑剔的。 能供邓佳佳选择的电影太少,索性不拍品质不高的本子,开个火锅又可以分散下精力。 邓佳佳还有个特点,说话直接。 记得有一年无证之岁,出席IT一间教业,在后台的群房环节,有位没做功课的记者提问邓佳佳。 邓佳佳听完就不客气的反问说,你问这个问题,请问他无证之罪了吗? 场面一度很尴尬,要不仅人捏了宝汉,但不怕招黑吗? 娱乐圈是一个大型的名利场,一言一行都。 要拿捏好分寸,可能只有不在于扶名蓄力的艺人,才能赶直来直去。 流量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,对于诚心演戏的演。 对于诚心演戏的演奏。